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轮回的迷宫境界 每一条生命都要经过生死轮回 在迷宫境界里 生死不断的轮转无法摆脱 造作恶业的众生 恶业会使他的心混浊 剁落古道 这包含了四种恶道 各间的地域令人尽恐万分 刺热如笔 凶寒残酷 痛苦不堪 仿佛折磨 永无尽轻 时间在这里 师父都已停止 药臭 庿战 庿战 那 audience 第五金大地獄 第五金九大地獄的夜暴 第一集 經營釀酒公司的老闆 黑暗的境界大地獄 任何東西顯示黑色 因地獄眾生的業力 而使只有獄竹能看見他們而已 我們現在所觀看的畫面 大地獄的黑暗程度已被調整了 同時還加上了一些彩色 例如獄竹的眼睛 和牙齒主要是讓我們人類的肉眼 能夠看到 能夠分辨清楚 黑暗程度 生命的陣地 即使每个人都会死亡 无论它是属于什么国籍 或语言 相信已否 知道已否 伤命后都会到达阴间 在阴间被判堕落哪一道的准则 不是看谁帅 谁漂亮 或丑陋 谁富有 或贫穷 谁有权势 有许多下属 而是以善恶来做判解 将要往生之前 成为死前的预兆 让他自己本身看到 回绕在他身边的人都看不到 属于一只行善 心中 心中会呈现出美好的画面 使他的心清静 而往生散倒 但是谁造作了恶丑 心中会呈现出不好的画面 成为死前的预兆 使他的心 浑路 根本封 我不见许多下属 知道 些人都在入了 这股浑浊之气将带领中阴声 转出鼻孔 进入转换境界的黑洞 到达大地狱 在大地狱的中央里高松着一座大山 祭祀折磨众生的地方 这些众生都曾经是金银酒公司的大老板 大山的周围各有无数的山脉环绕着 这里也是折磨另一些众生的地方 他们曾经都是酒的批发商 按照业力的强弱和排序 各硫酸池汁大小不同 他们曾经都是酒的大小批发商 按照业力的强弱而排序 有大行词 能容纳数百万地狱众生 也有小行词 只容纳一个地狱众生 黑流酸和之两边 是折磨地狱众生的地方 他们会是营救者 虽然该地狱众生仅是营救者而已 该地与之范围非常宽阔 如山脉一般连绵不断 地狱众生若体格越高大 及寿命越长久 痛苦的感觉也倍增 这就是和末端之众生 以前的营救者 另外就是和之上游的地狱众生 经营酒公司的大老板 此身体巨大至地狱众生 既是人间以前的大众 经营酒公司者 但现在 因所作得的恶业回报 使他转生在此 大行山脉里 这座山 在地狗间大地狱的中央点 炽热无比 人间的火焰 所以可以将生命 以及一切失误 轻易的烧毁 但却不及太阳百万分之一的魏力 连炽热无比的太阳 大地的炽热魏力 可以在一刹那间 让太阳消失无踪 由在人间制造 久的大公司老板所造的恶业 因报应而变成在大地狱 制造黑瘤酸的巨大地狱众生 任何的厌热 都比不上大地狱的吃热 所以会感到痛苦无比 此 黑瘤酸会不惯的从地狱众生的体内流出来 地狱众生的体内流出来 从无体系之轻 无论人间制瘤酸的杀伤力有多强 无论人间制瘤酸的杀伤力有多强 当若跟地狱众生的瘤酸相比 人间的瘤酸就很如鱼水般 杀似地狱众生的皮肤 使它凉快舒服而已 耳吐出来的黑瘤酸 会骨蛇自身 甚至留下气沉默 托满地面的其他地狱众生 死亡只是一刹那 之后就立刻再次化身出来 如此不断生死轮回 反复被折磨 从一尊佛到另一尊佛的时间 地狱众生将如此受罢 直到业力减轻 到那时山脉会越变越低 地狱众生至身体也会逐渐缩小 并且一直不断地缩小 最后就可以逃离该山脉 但是接着又被等待着的狱卒 抓住而强冠黑瘤酸